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请记得点击三连并关注我 Hello,大家好,我是波斯鸟清玄 距离上次与大家分享游戏文化书籍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由于下一期游戏考古要做的选题 因为硬件原因暂时没有办法进行录屏 所以今天先和大家分享另一本游戏书籍 首先说明,基于对作者、译者和出版方劳动成果的尊重 本视频中没有对书中详细内容的复数 如果各位朋友对这本书感兴趣,请尽量去购买或者借阅正版书籍 言归正传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书是2018年由读库玉宅学出品 新兴出版社出版的头目战系列丛书之一,超级马列奥三 头目战系列丛书诞生于美国,以众筹形式出版 原版书籍出版多册 每本书专注于一部经典游戏作品台前幕后的详尽分析及解读 直逼者都为业内资深人士 目前由读库玉宅学引进出版的头目战书籍 除了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超级马列奥三外 还有一本则是浅龙蝶影 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人艾利斯诺尔 美国雷吉斯大学英文系副教授 作家、编剧兼马列奥铁杆粉丝 全书正文不分工173页 如果阅读速度稍快一点朋友大概两个小时就能读完 马列奥我想不用做太多介绍 这位背带库大叔的影响力早也超出了游戏界 关于他的故事、游戏、社会影响力等等 也不是两三句话就能概括的 或许你可能不喜欢任天堂 但却不得不承认 马列奥在大宗心中就是游戏文化结束的代表之一 书中作者向读者讲述了超级马列奥3的游戏设计理念 幕后的开发故事 媒体对于他的评价、任天堂的推广策略 不分关卡的过关技巧 隐藏在游戏中的彩蛋和他造成的社会影响 以及我当年永远通关不了的日版超级马列奥2 和儿时从未见过的美版超级马列奥2等等诸多内容 当然上面提到的这些内容 在许多杂志和网站中也有大量相同内容的文章 甚至有的文章要比本书所记述的内容更为详尽 但是这本书最大的特色在于 作者是以为忠实玩家的视角去解读他们 并且穿扎着许多作者自己基于游戏引发的回忆 让人们感受到游戏对于一个玩家所带来的影响 而不是以李中克的角度和口吻在诉说 由于本书在对于超级马列奥3的介绍 在兼顾丰富详尽的同时还带有观点鲜明的个人解读 我觉得可以将其是作我之前介绍过的那本刚刚上市不久的 游戏结束任天堂全球征服时的大型注脚 与之前的视频相同 我不会在这里附书书中的详细内容 而是结合我自己的游戏经历 谈谈看完这本书后的感想 我本人并非某一游戏厂商的忠实粉丝 对于马里奥的感情也并不像作者这么深切 其原因主要是我接触游戏的经历 关于主机游戏 我与许多80后玩家相同 大概都是以FC游戏为起点 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我的童年中并没有见过SFC和N64两代任天堂主机 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接触到的游戏主要是在MD 土星PS 街机和电脑上 小霸王之后 我自己拥有的第一台主机是高中时偷偷用压碎钱买的PS2 虽然能从游戏杂志和网络上看到有关马里奥新游戏的资讯 但是对马里奥游戏的实质接触却停留在了FC的超级马里奥3 再一次接触到马里奥的游戏已经是高中时 在朋友家的NGC上玩马里奥赛车双重重机 彼时这位憨太可具人畜无害的大叔带给我的吸引力 已经远没有李昂淡丁和Snake来的打 不过单纯作为游戏的角度来说 它的素质确实不服任天堂的招牌 此后虽然逐渐在主机和模拟器上接触到了FC时代之后的其他马里奥游戏 但是在我心中它也只是一个有趣的游戏系列 自然也没有想过去系统性的了解它 至于马里奥的世界中那些角色从何而来 关卡的设计缘起更没有深入的了解过 直到两年前读完这本书后 我才意识到 虽然超级马里奥初代奠定了整个系列中动作游戏的机制 但是超级马里奥3则建构了整个马里奥宇宙的世界观 在后来马里奥系列游戏中多次出现的经典人物和世界设定 相当一部分是在超级马里奥3中首次出现的 而回头仔细想 超级马里奥初代的八个关卡中 其实关于马里奥世界的表现是非常有限的 无论是怪物的类型地图的元素其实都非常的单调 而超级马里奥3对于马里奥宇宙的意义不仅仅是一款FC时代的标杆作品 更重要的是它为马里奥宇宙第一次描绘出了一个具体的世界组成 所以时至今日在许多媒体提到FC时代代表作时 超级马里奥3都会被品为第一名 其中原因除了其本身过瘾的游戏素质外 更主要的一个因素在我看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是因为时至今日 超级马里奥3依然在影响着马里奥系列的所有游戏 书中有一句话一直让我印象深刻 某款游戏之所以在我们心中占据一定位置 并不在于游戏本身 而在于我们和什么人一起玩这款游戏 在准备这期视频文案时 有位朋友恰好在我之前的视频中 留下了现在玩游戏找不回当初感觉的感慨 或许很多时候我们所怀念的 确实并非某个具体的游戏 而是怀念那些快乐游戏的时光 和与我们一起挑战的人 作者在书中用了相当的篇幅 记述了自己与父亲弟弟室友之间 一起挑战马里奥游戏的时光 而我在读到这些充满感情的文字时 也不自觉的想起 曾经在春节暑假和放学后 与父母兄弟姐妹朋友们 一起坐在电视机前 一起挤在电脑前 一起围在游戏机台前的画面 游戏带给许多人的绝非简单的感官刺激 他就像一块老旧游戏机的记忆卡 被藏在旧时光中我们忽视的角落里 当我们偶然在打开他时 他为我们展现的却不是一个游戏 而是一段岁月 我想为大家读一读这本书最后的一段文字 作为本期视频的结尾 我们坐在一起 时间飞逝 一下就到了晚上 我似乎又回到了小时候 这真是我们一直在游戏中寻找的感觉 我一点也不想去睡觉 更正 我不想让父亲去睡觉 我想让他一直玩下去 一直赢下去 不 应该说 我要他一直向前 绝不停下 永不放弃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记得点击三连并关注我 做一个新人UP 我会继续努力带来更好的内容 如果你对本期视频有自己的见解或意见 请在下方评论区留言或弹幕告诉我 谢谢观看 再见